更多新闻来看简讯 28号晚 印度私营低成本航空公司香料航空举办新闻发布会 随着泰印经贸关系的发展 缺少足够的航线已被双方官员视为深入交流的障碍 因此香料航空宣布将增加直飞曼谷的航班 开通曼谷到印度普纳 班加罗尔的航线 每周飞行八班以满足两国旅客的商务和旅游等需求 香料航空将其泰国发展战略定位于泰国曼谷 泰国曼谷是印度人群很大的聚居地 而这是印度航企首次开通曼谷航线 此举将扩大泰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联系 并扩展了两国之间的旅游业 东盟卫视MGTV记者林郑辉 张大威 泰国曼谷报道